这交易所不仅规模大 售卖之物比起黑角玉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绝不愧是家男女 小家伙 前方第八个堂位 过去瞧瞧 我这儿还有 我这儿还有 多的是 这个你也要 再来 这人浑身充实着 一股火爆力气 看实力 怕是已经达到七星多灵 这么多四剑魔盒 这是 青木仙堂 青木仙堂 炼制地灵丹的必备之物 老师 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不买就不要乱碰 火毒蜻蜕 谁说我不买了 这株青藤 什么价钱 四百天后呢 怕是贵了点吧 虽然我不知道 这青藤究竟是何物 但他能被两头窦王级别的魔兽 拼死争夺 足以证明他的价值 你若买不起 就给我走开 别耽误 我做生意 四百天火能 我确实拿不出 能否以物异物 裸裸把锁 死过开 小子还敢躲 找死 火毒净体 就会引中到这个地步 连新制度受到影响呢 我没有四百天的火能 不过 闭嘴 我能帮你驱逐体内的火毒 你 你说什么 我帮你驱逐火毒 你把青木仙藤给我 这笔交易 如何 我曾让不少恋戏的佼佼者 查探过我体内的火毒 可他们全都武能为力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想这火焰 应该能打消你的部队 他就是那个盘门的首领萧颜 你就是那个 在火能猎不赛将老生全部干掉的新生消炎 听说还是连药师 正是在下 你这火焰确实比连药夕的那些家伙强盛一些 这样吧 完全驱逐我体内的火毒 再加上一百天的火能 这种青藤便是你的了 陆家 我虽然需要这东西 可也并非现在一定要到手 而你体内的火毒再拖延下去 恐怕 就算是令药宗师前来 也无能为力了 你 谭不拢 那就算了吧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你记住 是完全缺逐 到时候 若被我发现仍有火毒残留 别说青藤你得不到 恐怕还得受顿皮肉之苦 跟我来吧 你体内火毒预计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半早有 火毒太深 想要一次性驱逐 绝无可能 这是冰灵丹 能暂时压制住火毒 让它不会侵蚀你的理智 每日一枚 一共十五枚 果然有点用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是 熊儿 萧嫣哥哥 逆子 药材已经准备妥当 都已经放在你房间里了 这位是 不用理他 小子 又怎么了 炼制丹药时 你就在外面待着 怎么 还不让看 不想死 就照我说的做 反正我不管 给我驱逐了火毒 我才会给你情不先疼 小子 别忘了 青枝火灵膏和素灵丰丹 一并炼制 知道了 老师 还不认为 再次 电影 呢 新疵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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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这是洗水寒灵液 在盛满清水的大盆中倒入一滴 静坐修炼半小时 到时候若火毒依然还有残留 我会再帮你炼制 对了 这段时间 不能再去天分炼其他修炼 否则药效会即刻失去作用 好 只要真能将我体内火毒驱逐 我林彦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 我对你的人情可没兴趣 记得把清末仙堂给我就行了 小言 在治院内只要有我林彦在 别说什么狗屁白帮 就连林秀牙的狼牙 也不敢对盘门怎样 总之你这盘门我会帮你照看 那便多谢林彦学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